你再找一個可以詳談的地點 時間地點 要先幫忙別人 別人才會幫忙你 我有三個基金會 怕議員有意見 要等議會休會 12月3日才可以蓋章 這個根本不需要議會審議 交給他就好 交給陳律師 請他們四個先上去 先出去 李董 你說這樣喔 剛好 李董才說 我們公為勝為 司法調查權就能查得到 過程已經很清楚 說過什麼話 做過什麼事 餐廳都有錄影帶 那過程都有人證 有律師 律師有兩位 我想這個進入 很快會進入 司法調查 純正信航 要我三天以內回應 今天的所有這個記者會 就是我的回應 人在做 天在看 頭吃不怕你吹氣 做錯不怕你 在2019年7月的時候 他就已經拿到完工證明了 台南市政府設計了一張對照表 當你要使用這個房子的時候 你還要經過我的同意 這就是台南市政府設計出來 這樣就把它卡了一年多了 這中間還請議員去喬一下金額 從一千萬喬 不然先付七百萬 我們要的是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 請黃市長你出來說清楚 講明白 你做不到 還發言給我三天以內要我說清楚 我今天就說清楚 我請當事人出來說 就會比我說得更清楚 他在讓我開放一陣子有話說 你吼 要先幫忙別人 別人才會幫忙你 說他五道 說五道 五道 講國語 說國語 說五百 他有三個基金會 他有跟你說他有三個基金會 都會幫助 幫助弱勢團體 然後他就是說 你這個完全合法 你這個完全合法 我怎麼有對賬單 對照表 對照表是怎樣 是為你量身訂做 要把你拿 把你量身訂做就對了 市長說沒有沒有 他十二月 這個時候市長有說話 有啊 市長說他十二月請三 是怎樣 是因為二月開到十二月槌子 這樣就跳我們的港督 我跟你說 你今天說的這是都公開的嗎 我今天跟他講比較複雜 說了 他說 你這錢要把我成立書 你中跟我說 包廂裡面只剩你們兩個 對 你中跟我說 你回來 你這樣想要嗎 我有啊 怎樣 你說怎樣 你不要這樣玩 這樣 他才會這樣 他之前要來的時候大家都知道 他只剩一千 他已經一千了 有肯通過嗎 有肯通過 他跟你說要這樣 要這樣是有什麼樣子 他是用這支 這樣 我在 我問他 那裏 有這樣 包廂 你這樣看他這樣 沒有聽到他說什麼 我會扶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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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承認 因為 因為我很不甘願扶負責 我破一無奈 真的人們借宿借端 用這個來我 我沒有扶負責任 我如果沒有扶責任 我會死了 我會走路 我會扶負責任 我會扶負責任 政府的這樣 市長要讓我們的佩生 不是叫他的租賃 去綜責任 不然我會死去自殺 他如果不用扶負責任 我真是要去自殺 你扶負責任 所以有這種事情嗎 像你這種商人 你懂 像你這種商人 你們這種會送錢 就因為有你們 不管你是迫於無奈或什麼 雖然你有委屈 你把過程披露 我有責任幫你把這些 披露給社會大眾 但是我對你很不認同 你知道嗎 我跟你說 你回去等我 收我的統帝等我幫你告 不應該 也應該將他繩之以法 可是所會的人更惡劣 因為我們沒有司法調查權 我們也希望市長可以公開出來面對